Hello大家好,这里是屏屏黎 我们现在其实在收拾行李 然后准备下一次的出行 趁这个机会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在出行中必备的物品 我真的真的是离不开它们 希望能给你的出行带来灵感有所帮助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要跟大家种草的这个物品 真的是我绝绝对对不能没有它 现在天气慢慢凉下来了 很多朋友都会想要出去露营啊 或者爬爬山 在大自然里走一走 在湖边烧烤什么的 但是秋后的蚊子也超厉害不是吗 我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容易招蚊子的人 我今天忘了派去闻药水了 我刚才就上学了一趟就全部都出到了 超级运气 如果是有同伴跟我一起出行 基本蚊子也只会盯着我一个摇 Hello,怎么会有包啊 然后比我身上有好的好的包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算是比较发言犬吧 首先是这个 它含有40%的碧蚊胺 对于想要额外再说一下 就是冰湾实际上是安全的 倒不用谈它色变了 但是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浓度和频率 香港卫生署建议冰湾浓度不要超过30% 我这个是户外专用的超高浓度的 有效时常是10小时以上 日常使用的话不建议大家购买同款 和我一样特别怕蚊子的 30%就完全够用了 其实它就特别像那种 我们用的护肤瓶里的原料桶 特别的简单粗饱 你把它喷在身上的蚊子 闻一闻就觉得 看来这什么东西啊 快走快走 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 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呛 Simon是绝对不允许我在车里喷这个的 一般我都是下车在喷 我也觉得你不要在那种 比较小的密闭空间里喷 就真的 喷的时候也不要张嘴 不要问我谁都知道了 我一般会把它放在 这样一个小的分装瓶里 就可以随身携带 这个已经被我用完了 它真的是给我带来 超级超级的安全感 而且它是真实有效的 我有一次就是出去在街上逛 穿了短袖短裤 胳膊和腿都是露着的 这东西又不能喷在脸上 比较刺激 我的四肢裸露的皮肤 都没有背影 只有我口罩露得出来的部分 就这个地方被蚊子叮了 我用了它之后 我用无比的次数都下降了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露营季必备 下面就要说这个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比较熟悉 无比低 剪辑的时候才发现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韩国版的 日版的 已经被我用完了 但是我更推荐日本版那个 更直养 包装很强 大家不要搞错了 这个是我用的 比较有效的 直养的产品 因为我不仅容易被蚊子叮 我还蚊虫叮咬过敏 我还蚊虫叮咬过敏 我试过很多很多 直养的喷雾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好用 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涂上就 根本就不直养 但这个还算是有一点点效果 它的包装也比较小 戴起来很方便 这个就是我的驱蚊 直养的两件套 真的是不能没有它们 下一个要给大家种草的是 这个 它是一个水壶 但它是这种软体的 喝完水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 非常小的体积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带了一个这样的 小手绳 你就可以这样 把它胯起来 看到没有 有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解放双手 它自带一个锁 当你把上面这条小杠 转到这个圈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喝的状态了 喝的时候呢 就咬着上面这个硅胶的嘴 像这样 其实即使不锁的情况下 你也是挤不出来的 但是锁上的话就会更安全 我真的觉得它超级方便 而且我们就是随随便便 把它就往包里一扔 也不用管它 它也不会漏 也不会爆 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硅胶嘴 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 如果你是特别在意的人的话 那这种东西就不太适合你 但我跟Simon都不是很在意 所以我们还觉得它挺方便的 如果我们发现它上面 沾了一些毛毛啊 或者比较脏 我就会用那个消毒棉片 先把它擦了 然后再用 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它的参数 比如说它是什么等级的这个硅胶 能装多少度的水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质量好一点 稍微贵一点呢 它不太容易爆掉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睡眠两件套 我真的是无论去到哪都要带着它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下一个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它是不是临近马路的房间 或者它隔不隔音 如果你们去露营的话 这个真的很有用 就算它是很豪华的帐篷 它也不隔音啊 我跟Simon有一次在广州周边 然后去了一个就是野蛇露营 就那种glamping的地方 它整个环境什么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那天凌晨两三点钟 竟然我们隔壁的夫妻在那里吵架 然后把我给搞醒了 然后回去就下单了耳塞 去年我们有自驾游在公路旅行 睡在车上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的好用的 它根据你这个耳洞的大小 是分不同的型号 它真的特别管用 你戴上它 可以说你的世界就安静了 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胀耳朵的 后来我还买了他们家游泳的那种耳塞 怕耳朵进水或得中耳眼什么的 总之我回购了好几次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既然说是两件套了 就还有一个眼罩 这个眼罩我买的是一个真丝的眼罩 他说它有什么银离子什么的 我是不在意了 但是我就觉得真丝的这个面料很舒服 Simon就是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就随便拿了一个买东西送的眼罩给他用 但他带了我这个 就是说还是你这个比较舒服 眼底这边还多了一个区域 不会在眼底漏光 整个面料是很舒服的 特别它这个送点袋也不是很勒 然后我还很喜欢它的颜色 总之就是摸起来也很舒服 不透光 非常的好用 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 小书包 其实平时我都是背这个大包的 但大家旅行也是这样 会带一个行李箱 或者一个较大的书包 去装自己的洗漱 生活用品 巴拉巴拉巴拉的一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去爬一个山 或者是想在街上走一走 带这个大包就真的太麻烦了 所以我一般都会带一个比较便携的小包 关于这种小包的选购经验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便于收纳 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把它折起来 然后就放得很小 就随时便便地放进你的包里或者行李里 就非常的方便 因为除了到达墓地之后的游玩 你肯定是不会用到它的嘛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的收纳区域一定要合理 像我这个包它里边有一个单独的拉链 是可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物 但它就不会跟这个大的区域混淆 你随时想拿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我还比较喜欢它一点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放水壶的地方 它下面还有一个区域 我平常去玩的话都会在下面放一个外套 这样的话这个外套就不会和我主要放的手机啊什么的这个区域去混在一起 拿取的也比较方便 平时其实我也会用这个包 比如说我去游泳的话 我会在下面放一个拖鞋 它会比较干净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这个透气孔 所以你放了衣服啊或者什么的 有汗流汗了也不会在这个包里臭掉 它后边还有一个这个私密物品的小袋 我一般会用它放手机 或者是需要再次去检票的门票之类的 就是随手拿比较容易丢的这种小东西 我都会放在这里 第三个经验呢就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轻量化的材质 这样呢你的形状就不会特别重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浅色的 因为女孩子嘛 夏天的衣服可能颜色都比较浅 有的时候会穿小裙子什么的 但是这样背也不是很违和 我这个是一个雾霾蓝颜色的包 所以这个就是我买这种day pack的经验啊 需要的你有帮助呢 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防晒帽 其实防晒帽我已经有两三顶了 我积累了一些购买这种防晒帽的经验想跟你们分享 只要是用防晒 不管它是不是这种防UV的面料 它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晒功能 但是我呢会挑选这种防UV的材料 就是当个心理安慰吧 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会选择这种头围可以调节的 像我这个就是后边带一个这种抽绳 不管你头大头小都可以适应 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 风绳 我试过那种没有风绳的 然后风一来我就这样了 满世界去找帽子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风绳 它顶多是这个样子 帽子不会被吹跑 所以我觉得有风绳 还是给了你的帽子最后一道防线的 有风绳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想解放双手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的 你就把它这样 戴在后面就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出行的必备物品的分享 希望对你的出行有所帮助和启发 我是一边旅行 一边用未来感受世界的皮肥 我们下个礼程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